我家现在每个月200块钱的电费 这里面有多少是我的电脑消耗的 多少是PS5消耗的 这个视频我实测一下 看看和大家想象的是不是一样 首先普及一下基础知识 这个一度电目前是有毛钱 一个月200块钱那就是用了400度电 那这一度电能干什么事呢 比如我们用电磁炉开1000瓦的那个挡烧水或者做饭 工作一个小时消耗一度电 目前常见的电子设备是多少瓦呢 以我新买的这个电视为例 它的额定功率是188瓦 最大是188 实际上要看屏幕显示的内容 有的时候是50多 有的时候是100多 因为是OLED的屏 屏幕显示白色亮的东西 亮的画面它功率就大 屏幕显示黑色暗色调的画面 功率就很小 那么我们取个平均值 电视使用10个小时耗一度电 花五毛钱 下面说PS5 PS5的电源额定功率是370瓦 它待机的时候只有3瓦 进入主屏幕之后大概是50多瓦 玩游戏的时候大概是200多瓦 如果游戏不关 回到主屏幕大概是160瓦 我们玩PS5游戏的时候 5个小时大概耗一度电 花费五毛钱 下面再看看电脑 电脑有两个硬件是耗电大火 一个是响卡 我这是七彩虹的4080ADOC 它的TDP功耗是370瓦 跟PS5那个电源是一样的 第二个是CPU 我这个是英特尔的12700 最大锐频是180瓦 我这个电脑的总电源的 额定功率是750瓦 不管显卡CPU 怎么能折腾 也不会超过这个功率 实际上电脑会消耗多少电呢 开机进入桌面 什么都不干 大概消耗100瓦左右 开机10个小时耗一度电 所以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台式电脑 最好是关机 玩游戏的时候 大概是450瓦 我用的是4K分辨率 全高特效 4080显卡几乎是蛮载的 玩两个小时就会耗一度电 以上算是单品的参考 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电子产品 比如我这对音箱 额定功率是160瓦 还有路由器 还有NAS 整天都是不关机的 所以我把功率计放在了总插座上 总插头上 看看这一套实际上功率是多少 首先我关闭电脑 关闭PS5 关闭电视 此时的功耗比较稳定 只有20瓦 那也就是像电源插座 手柄充电器 还有NAS和路由器的功耗 然后我只打开电视 因为电视它的画面一直在变 功率也是在变的 有的时候是120瓦 有的时候是134 有的时候是107 有的时候才77 因为画面是在变的 有时候偏白 有时候偏暗 这个时候当我打开了PS5 进入了主屏幕之后 整套的功耗来到了157瓦 其中大概得有80多是电视的 然后我进入了蜘蛛侠 开启了120Hz的模式 整套功率在305瓦 然后我不关游戏 直接回到PS5的主屏幕 此时是219瓦 PS5说完了 下面说说电脑 当我玩电脑游戏的时候 4K全个特效4080显卡跑满 整套电子设备大概是500多瓦 如果我关闭游戏 回到电脑桌面 只做电脑办公文字处理的时候 这一套电子设备要170瓦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只是写稿 最好还是用笔记本 我那个MacBook Air M1芯片的那个笔记本 满载也就17瓦 而且屏幕亮度还是调到最大的 一个17瓦 一个170瓦 耗电量差了10倍 那个Switch NS的涨机就更不用说了 偶尔ED版好像只有6瓦 跟PS5的这一套300瓦 也有着天壤之变 当然了 它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但是都是游戏嘛 其实我桌子上这一堆电子产品 每天消耗的电量都不到2度 一天就算1块钱 一个月才30块钱 剩下的170块钱的电费 是哪消耗的呢 现在又不开空调 又没有电暖气 虽然我们国家 目前民用电费不高 对于我们这种经常使用电子设备的同学来说 多了解一下功耗 还是有好处的 希望转给有需要的同学 这种经常使用电子设备的同学 我们的经常使用电子设备的同学